他们买了一个很先进的烙铁啊 但是 我现在这个烙铁很厉害的 它现在有一个feed 就是这个 从这里倒进去 然后从这里 从这个地方倒出来 直接到烙铁头上就可以 然后按这个开关呢 就可以往前挤 但是 很可惜的是 这个买回来就给我很多难题 这个 然后这个焊锡从这里进去了 按这个头呢 它始终不愿意从这个孔出来 这是个大问题 然后我看到它边按的时候 我这里面已经卷了一大把这个焊锡在里面了 你看 卷了一大把焊锡 它就是 就是不出来 还是有问题 这个 我要怎么弄呢 你看 我把这个 哇塞 这是浪费 我这还没开焊 就已经浪费了我 几十米的焊锡啊 这个要找谁去陪去啊 这弄不出来了 这设计还是有问题啊 半天总算把这个焊锡从这里 用小起子把它倒过去了 倒进去了 但是好像这里面 还有那个 还有一些 乱七八糟的 总算这边出来了一点啊 这里出来了一点 为了把这个引出来 害得我们把这个新买的烙铁头给拆的乱七八糟 现在这个这个也拆掉了 我还想帮忙把它上上去 哪个汉锡是从这窗的这里面 但是我在用的 在往前挤 往前 挤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里面的这个焊锡是 它又弯了 在这里面又弯了 这里面又弯了 它又进不去了 我还是要把这个拆开来 再看一下 总算人工把这个头给倒出来了 现在再装回去 硬到可以了 我现在总算装好了 现在这就是这个位置 它可以用这个扳手把它往前扳 好 这一搞它就有焊锡过去 这样就可以在这点了 点到这里面去 整个就是总算装好了 哎呀搞得我这是乱七八 你看浪费了这么多这个焊锡